一生當中拿過兩次諾貝爾獎 那兩次諾貝爾獎 我們對基里夫人呢 我也非常懷念的原因是 他發現那時候普根磊啊 這種放射性元素之後 他放棄了普根磊的一種 那個應用的專利權 他把這東西呢 就開放 讓人家去發展出 所謂的人體所使用的X光 那X光呢 就從他所發現的放射性元素裡面 慢慢再發展出來 那所以呢 後人認為他對 後世的那個醫學啊 對人類的那個所謂健康的這部分 他其實是有很大的貢獻喔 那再來呢 合金技術的部分呢 而到二世紀的時候呢 很重要的一個科學